大家好,我是佳穎,这边介绍复兴乡的观光景点 萌越大汗兮,池门水库上游的复兴桥与罗浮桥 我们现在正走在复兴桥上 复兴桥建于民国55年 西元1966年 在桥上可观赏红色大拱形大垮距 很壮观的罗浮桥 罗浮桥与1994年7月进贡通车 同时取代了复兴桥 您看桥下是深绿色浩瀚的河水 这里是桃园市民生活用水的水域 复兴桥是采用钢锁吊挂式的吊桥 桥面铺设RC结构 早期是可供汽车通行之用 桥墩使用钢骨结构,兼顾耐用 离桥头约30公尺的右侧 石壁上有益 无名小瀑布 水流直泄而下 沙士美观 我们就在这下方休息 乘两呼吸含水离子的空气 感觉精神充沛 我们行驶 跃30分钟后 来到北恒的新的巴林大桥 经过大桥 来到巴林部落后 稍作休息 接着走转往拉拉山方向行驶 跃5分钟后 来到拉拉山游客中心 把车子停头后 走过这座天桥 就是拉拉山游客中心 这里可以简单地游赏 巴林古道的生态园区 我们由这个阶梯往下走 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座 可爱蝴蝶的塑像 接着我们进入的就是 收集有千百种蝴蝶标本的蝴蝶馆 当您走出蝴蝶馆后 在左侧可以看到一只巨大的 甲虫的雕塑像 这里是甲虫生态馆 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很多甲虫 各类甲虫的标本 和它们的生活习性 非常值得您带小朋友来这边观察 我们行驶 香道陶116线就可以直接通往 上巴林和拉拉山 上巴林海拔一千两百公尺 部分路段才人车分离 游客可安全地散步在木栈道上 欣赏达官山上迷人的山景 您也可以坐公车来到上巴林车站 接着这边也分享一下 由桃园至上巴林的票价 全票是182元 半票是91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会在停车场的旁边看到结果累累的壮严红 也就是台湾特有种的植物火赤木 在这里的路边 我们看到了一处用木板打造的漂亮的民宿 特别介绍这边是夏天车居野营的乐园 但是特别丁营老朋友们 如果您要在这边露营必须注意 宁静卫生低调形势为宜哦 今天我就在这个六角转两亭宝地旁露营 感觉非常的悠闲又愉快 这是一座极干净又卫生的洗手间 就在停车场的旁边 在往上行驶6.5公里后就来到这里 这里是拉拉山的停车场 停车场海拔1503公尺 这里是拉拉山神木群路线图的导览看板 这边看到的是拉拉山国家风景游乐区的游客中心 但是因为工程中尚未完成 所以不能进入参观 本影片非常感谢您的观赏 再见